大家好,我們是挖家 廚房收納的老鼠屎 經常是這一堆亂糟糟的塑膠袋 今天介紹8個收納妙招 加6種塑膠袋折法 讓小地方重新整齊清爽 看下去之前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 第一個收納法 是利用空的衛生紙盒 將耐熱袋一個一個套在寶特瓶上 層層堆疊後 再全部拿起來 向下壓扁 放入紙盒 就可以像抽衛生紙一樣 取出耐熱袋 回抽超順手 也可以用漂亮的衛生紙套來裝 放在廚房時擁有美觀 原先一團亂的樣子都不見了 寶特瓶也可以收納塑膠袋 把寶特瓶的底部割開 如果擔心割手 邊緣可以用紗紙磨過 將塑膠袋放入瓶中 放入時 塑膠袋的把手互勾 一個勾一個 將瓶子固定在牆上 就可以輕鬆抽取塑膠袋 喝完的飲料杯 可以回收再利用 這一堆塑膠袋先對折 把手的地方朝45度角對折 再將袋子捲成小卷 另一個塑膠袋 接著捲下去 用相同方法 將袋子捲成一大卷 放入飲料杯 蓋上杯蓋 從小孔 將把手拉出 就可以順利抽取塑膠袋 放在桌上 也不會雜亂 滑滑的耐熱袋 很多人推薦用這款 抽取式收納盒來收 蝦皮就買得到 有S、M、L三種尺寸 都是銅板商品 沿著折痕折好 放入支撐板跟耐熱袋 就可以從中間開口抽出來 還可以寫字或貼標籤 不管是耐熱袋 保鮮袋 垃圾袋 一目了然 超整齊 最大的 可以裝兩斤的耐熱袋 如果要裝大的垃圾袋 可以對折成可抽出的大小 用附贈的魔鬼沾雙面膠 還可以黏在廚房角落 順手抽 立即用 整齊又實用 還有這款十字框收納盒 尺寸更多了 但一樣是銅板好物 長型可以裝六兩的耐熱袋 特長款 可以裝半斤的 稍微對折 放進去蓋上蓋子 一樣可以抽取 超方便 小號方款 可以收小夾鏈袋 或是常見的調味料醬包 橡皮筋等小物 也可以收化妝棉 推薦給大家 手作 也可以達到相同效果 我們用常見的透明資料夾 在這邊 隔一個開口 不同尺寸的耐熱袋 對折放入 就可以立放在L型文件盒中 用標籤貼紙 助記尺寸 想用哪個袋子 直接抽取就好 解決了袋子 滑滑軟軟的問題 筆筒也是好用的收納品 分隔筆筒 適合收納較硬挺的保鮮袋 圓形筒筒 可以放軟軟的耐熱袋 一目了然好清楚 抽取時也滿順手的哦 這款IKEA壁掛雜誌架 也是收納袋子的好物 斜斜的角度方便拿取 有五格 可以放不同尺寸的耐熱袋 可以壁掛在廚房牆面 輕鬆收納 最後我們來快速學習 六種塑膠袋環保袋折法 過保鏡範圍 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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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re小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缩小折叠再收纳 了解自己的使用习惯 用对收纳好物跟妙招 厨房收纳问题 其实是有很多解法的 你家都怎么收纳塑胶袋呢 欢迎留言分享 更多收纳改造内容 快加入社团讨论吧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挖扎每周三更新 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个正 mm command station 炼完 轻得